回到本港,去年啟用的港島西雨水排放工程 部分收集雨水的入水口首次在隧道中 使用由下向上的方法去轉滑,減低了對地面的影響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,整個系統每秒鐘可以收集最多130立方米的雨水 而每分鐘最多就可以排走相當於三個標準泳池的雨水 收集得來的雨水就會進入直徑最大有7.25米的主隧道 這個位置就是全條排放隧道在大坑的東面入口 雨水就會沿著這條全長11公里的隧道 在西面的數碼港出口流出大海 整條主隧道途經港島西半山再向西南延伸至數碼港 中途有34個用來入水的樹井 當中23個就是第一次利用反井轉滑技術 在隧道由下而上開滑,令到泥石跌落隧道之後 可以再經數碼港的出口用等船運走 即是說我們在隧道裏面做過向上的轉滑 讓那些聲和沙塵也可以在隧道裏面 圍風和掘出來的碎石也在隧道帶走 從而大大減低施工期間對市民的影響 隧道可以收集港島半山以上的三分一雨水 設計為可以抵禦50年一雨暴雨 整個項目耗資34億,07年動工 到去年8月正式啟用 無線電視記者鄺贊恩報導 到